股市崩盘的七大征兆 股市在崩盘之前 一定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即使捕捉不正常的现象 规避股灾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尤其是第七条我们要牢记 第一大征兆 政治动荡 经济恶化 此情形出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时候较多 最典型的就是2018年8月的土耳其危机 以及2019年8月的阿根廷大选 前者因为遭受美国的制裁 后者因为现总统意外落选 而导致股债汇散沙 本就脆弱的市场 信心瞬间崩塌 第二大征兆 央行货币政策多处于紧缩的周期 简单说 央行加息利空股市 央行减息利多股市 加息相当于从社会抽走资金 而降息意味着释放资金 央行加息是股市可能崩盘的运营之一 但很多时候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 所以只能说货币政策处于紧缩周期的时候 更容易引发股市崩盘 目前这个条件已经在逐步的具备 第三大征兆 外资对股市的上涨有着明显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外资也会犹豫不熟悉当地的情况而更加的谨慎 一旦稍微有风吹草动就会惶惶不安 而有大地震的预感 退出速度也极快 它对于整个指数股 蓝筹股影响比较大 从而影响整个股市 美国作为全球的金融中心 对外资的流动极为敏感 这也是全球股市开盘 跟随美股波动的重要原因 也因此马股与马币汇率关系更加密切 马币在下跌的时候通常也会抑制马股 马股的科技股受美股影响更大 第三大征兆 股市估值偏高 不只是单个一个股票的股价 而是整体的股市都太贵了 股市的波动本来就是投资者的预期 投资者认为股市会好 股价有所上涨属于正常的 但是涨幅过大 偏离股市的实际价值 就存在着价值回归的可能 适应率经常会被用来衡量估值是否合理 第五大征兆 杠杆率超高 相当于你可以用10块钱保证金买了100块钱的股票 里边的90块钱是借来的 等股票上涨一赚钱之后再还回债权人 但是股价一旦下跌超过18线就会爆仓 血本无归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投资杠杆并不容易控制 股市的上涨一定有杠杆交易的推动 在上升市中有盈利杠杆的问题不容易被发现 当市场面临不利的消息的时候 这部分资金最容易动摇 第六大特征 人人都在谈论股票 这关乎心理学 股市毕竟是专业领域 而且是买低卖高赚钱 当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股市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股价到达顶部了 比如说2020年的手套股 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面对整个市场来说 牛市或将终结 第七大征兆 股市操纵投机盛行 股市存在的初衷 是为缺乏资金发展的企业进行融资的 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而由于制度不太健全 上市公司企业心怀不轨等因素 导致内幕交易和股价被少数人操纵 发展到整个市场投机风盛行 从而失去了投资的价值和资产配置的功能 最终导致投资者丧失信息 一点利空就容易引发股市崩盘 以上七点就是股市崩盘前的七大征兆 牢记以上七大征兆 远离股灾 让我们的投资更安全 我是谷歌 关注我 了解更多股市的潜贵德